炸刀可以 诶 移不到 卧槽 你干嘛的呀 多打你一点血 诶 这不是恶心人吗 那你不是炸的呀 卧槽 上路没野怪 然后雪人去反的野怪去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玩 诶 不说了 玩的怪难受的 男枪站着玩就过分了 又抓不死 就纯纯给这恶心人的 不过我带的TB还好 我看到打兰博我带了个TB 我从岩凤和黑水中重生 又一个 我好像掉级念了 这次会融神剑 我就硬吃 吃完 吃吃完我就溜 不过漏的有点多 我 墙好像不够出药管 他要推的话我再等一波 男枪不在 我死不了 谢谢 谢谢天使自信很美 送了丘皮特之间还有血瓶 谢谢我兄弟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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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他少几刀 无所谓 就比他少几刀 无所谓 如果TP出去我的补兵就会比他多 毕竟他没踢的 怎么说也要让他少下一波线 我差不走 那就慢慢脱门 我无所谓 再来一下 直接吃药了 我他妈敢犯的眼 你还敢犯是吧 你还敢犯是吧 你是真的妈该死 你还敢犯 我他 这也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你们都可以我也可以 我也是刚开张 我也是刚开张的 直接回吧 这助成肯定是不太好掐的 我等不了血人了 我那个位置 就算我不下去他会跑好吧 发条还好吧 有助攻还好 不过他把闪现交了 他把闪现交了 可能有点难受 把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 难关四招一回就有 难关四招一回就有 卧槽 好痛 还是打不过 我出了个萃卷 先发跃吧 但我不能让他去中路搞发条 毕竟没闪的 我这里放个眼 他要是从这里去的话 能看得到 我狗子男枪是不太可能会来抓我 他要是来的话 从这路口进来也能看得到 所以这眼位就特别好 无所谓我不打 什么局 撞一大师 可以来双牌之后应该是可以双牌的 对面三个大师两个撞一 他撞四怎么会这么高的 搞不懂 他急了他急了 你看他过去了就能看得到 打不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打不了 可惜血人没6 血人6的话这波可以接下 哎大招有点浪费了 火线抢到也还行 他这波血要是有6的话 对面全部都得死 还少还少了点伤害 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 统统烧成炸 人人有魂 吃个杜城再跑他没大招留不住 要把他把先锋打了我会扎TP出来 稳得很 雪人Q和蟹了呀 应该没大了 可以 好兄弟又搞个人头 我操了呀 给我把撒杯先锋 诶,他闪现没好 他闪现没好 不该用桶子 用桶子我没有技能清线 直接回了 走走走,蛇女应该出来了 蛇女应该在这里 华厂要改就改了 改了,总有装备出的 怕乱子 搞搞新王法也好 没抓到 没抓到 破他 等药灌好了再Q 药灌不好感觉Q不死 还得再补个大招 那没事 开个大招把队友弄死了 三向降价 三向降价 但三向很平用 拿来打稳一点的对局的话 就是混混分是不错的选择 你要是说你要 当核心 你要打输出我就不太推荐出三向 因为伤害确实低 你要是不当核心 主要是给队友当狗什么的呀 就协助一下队友打打点AOE啊 没那么多想法可以出三向 然后有梦想的话肯定不要 肯定不要想想要去出那个三向 因为出三向神话砖第1爆发不够第2 然后他 cd也不行 所以你要是有梦想想c的话 神话砖是不可以去选 选三向 爆发高第1个神话砖是有梦 爆发最高cd快一点的话就出信任嘛 三向的话就纯纯混线用的 就并不是说 不能处能处 就看你这些什么打法 小孩子的用 三向有没有攻速 不是这个点 不是这个点 他什么属性都有什么血量 攻速移速 伤害也有一丢丢 就拿来混线的 他整体来说神话专报就传掌能处的装备的话三向 神话专爆发是最低的一个 但他综合能力是最强的一个 拿来混线是绝对没问题的 言语毫无意 血肉才有分量 谢谢狐爷开的超粉plus 谢谢谢谢 谢谢好兄弟 谢谢狐爷 你三向拿来跟那些战士打不错 打日文这些就挺不错的 这把药吃了 总是说班卡是什么 礼物呀 班卡 蛇女 打高分的话还得三向吗 看情况 如果队友 队友优势的时候需要你自己上路稳住的话那确实是需要出三向去稳住 就队友能带你飞 比如说打野一等把只抓下路下路大优势吗 我保护我抢 是的三向看牙合适一些 你你打高分段的话他们打野大部分的时候是抓下路 你看到下路优势你就直接掏三向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层吧你需要上路稳住 并没有说跟你没关系如果你上路送的话那局势就不好说 那如果你出三向稳住的话并不太需要你处理 你能稳得住就能赢 就是如果我亮波的话就不太好看 那如果在队友军事或者劣势你就直接出西兰刀的 要你接不去当核心 还差一个我操了 有没有粉丝等级服劣有啊 12级以上 12级以上加微信服劣 12级以上加微信服劣势 偷个野怪 留个连线在外面 我要脱退输入我的遗迹 回家三天他上路不见了我在 再就还好我有TP能班 福利群有什么福利 红八娃请吃饭啊主要是妹妹躲群里妹妹妹贼躲 群里面好多妹妹 我等下路打架 你哥吧 我哪拱呢 先打个控制随时 再一个二连桶接QOK头 卧槽一瞬间两个TP这是顶得住呀 就你这样还妹妹躲 妹妹就喜欢那我怎么办嘛 妹妹就喜欢我这样的 我得不到的东西 统统烧成炸 当心炸药桶 你 不信嘛你问随便问群里面有没有在微信福利群里面是不是好多妹妹 莫得良心说是不是好多妹妹 再推一步我再推一步 没有你十几你怎么进的嘛吹牛 再说男妹妹就不叫妹妹是吧 我的仇恨将沾满 权限人的妹妹 没有啊 群里面管理就我 我是群组 我表哥是管理就没有了 群里面数字都比较高 聊天也很舒服 吹牛什么的 挺好的 怎么进群 加我表哥微信 就是那个 DIGG88 加我表哥微信就可以了 是啊 昨天不是发了红包吗 昨天有个粉丝在里面黑我 说我小说我小气 我本来是8号 请粉丝吃饭的嘛 说我到时候肯定要粉丝要钱的 我什么就很 说我小气什么的 我 我这两年挣到钱我都不知道发了多少红包了 在直播间的时候你们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我都不知道发了多少红包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黑我 说我请别人吃饭 到时候还要问别人要钱 啥的 然后我把他给踢了 以前 以前确实小气一些 因为以前确实挣不到什么钱 你自己条件也就那样 你就想发你也没钱发呀 因为今年或者去年条件好一点我不是疯狂给他发酵液发红包 我们 差100多块钱 昨天群里面在福利群里面发了500 好多快 炸 震草鹅 昨天晚上6点多吧 6点多发的 感觉群里面的人都真有钱 只有一百人一百多个人抢红包 两百两百三十个人那个是福利群是的 我到时候群改个群名字吧要不 进群加我表哥微信就可以了DIGG爸爸不要把等级截图发给他 我投了我 怎么点的 这就是大吸的吸力吗 我得稍微展示一下